你 我要救儿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来都不说呀 我想说呀 你每次优先考虑他的感受 不考虑我的时候 我就想说 每次他不管多无理取闹 你都偏向他的时候 我想说 你每一次他管我要房 要钱 要车的时候 你在旁边山峰点火 我都想说 我就想问你 这凭什么 凭什么你要这样 不停地压榨一个 你已经放弃掉的女儿 但爸 我能说吗 我真的能说吗 我能控诉一个 早就已经放弃掉 我根本不管我死活的父亲吗 我能吗 这些年 这些年你对我做了什么 其实我都知道 当年我考航校的时候 我妈那么支持我 结果呢 我说 学费太贵了 供不起 你宁可把钱拿去给关震雷挥霍 你都不想帮我一把 这是你吧 你说这么多年 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 难道还少吗 我数都数不过来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关震雷太小了 他还不懂事 所以你偏爱他多一点 没关系 总有一天你会爱我的 我等了这么久 结果呢我等来什么 你那么着急地说救我儿子 你连提都没有提我 你知道我躺在那个病床上 我听到了那句话 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爸 爸 我是你女儿 你放弃我了 你不要我了 生死关头 你把我牺牲掉了 你救护你的法 我那一刻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跟死掉了 一样一样的 我还不如死的呢 这些年 这些年我这么努力上学 我们那个旋梯训练 人家做五十个 我做一百个 我下来以后 我吐得昏天暗地的 我吐完我继续练 我为了什么 我这么要强 我这么努力 我为什么 我就想我早点能够 开飞机当机长 我就是想说 自己变得优秀了 你就能 你就能喜欢我 对我好一点 我特别特别地希望 你能够认可我 能够抬起头来看我一眼 说这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也很棒 这也是我的宝 可是你们 你看过我吗 你叫过我一身宝吗 我是你的女儿吗 爸 你要知道 我多么想得到你的认可 我这么多年 我都在跟关震雷针宠我 我每次都输 晓鸥 你 你比你弟弟聪明 有能力 这些霸道就不多说了 你比他强多了 那这些你 你还在乎吗 我当然在乎了 弱的人就一定有理吗 我挣的钱就一定要给他花 我结婚就一定要让着他吗 凭什么 就因为我强 所以我幸福就有罪了是吗 爸 我是你的女儿 我是人 我身上流的也是你的血 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 我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傻 其实 在你那个时候 决定抛弃我的时候 我就应该做这个决定 什么决定 我 Franco 我做得好 爸 最后一声叫你爸 me 喝了这杯酒 我们队员们就到此之后 你说什么呢 雨晴 雨晴